也是有打上路中路的紀錄 這樣的話是中路3的可能性 可能再高一點 果然是把3放在中路點位 這是看誰可以凱瑞 就給誰鞋軌啊 這 你怎麼這樣子說 什麼東西 這意思是什麼意思 沒有啊 就誰在線上比較好發揮嘛 我是這個意思 你剛剛想成什麼東西的 這個鞋軌打蛇女不好打 所以去擺在上會比較好發揮 要比較有機會凱瑞嘛 OK 這可以 轉得可以 你是不是誤解了什麼 什麼轉得可以 我本來就是這個意思 是你自己不能這樣子 你不能這樣子怪犬手說 誰不能凱瑞這樣子 沒有沒有沒有 這樣是不行的 對對對 OK 這個我們坑可以到此位置 先填滿 不要再挖了 來看到閃電狼這邊的話 中路 明明就是你先開始挖的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子 中路的話拿下蛇女 其實對閃電狼的時候 都還滿吃力的 因為他們都是冰射 小姐 想要做這個進攻了 看蛇女過去誰開了一大招 一個妹過成功 妹過到小岸 小岸現在往後躲 而且是小燕也舉起了軍縱隊 這個處理進來 直接是大招 開到了對方小燕也 小燕也看來要倒下了嗎 二爾過來一個大招 而且賽恩是直接進來 先把貝迪也收掉 拿下了手殺 這波雷碰撞 蛇蛇也是已經倒下 變成是HQ有四個人 往前面來做追擊的機會 Maple這邊趕過來 但是卻有一點點太慢了 這邊是拿下了2比1的人頭數 還行嘛 現在夏季賽重返榮耀嘛 這邊是直接要抓對方哈娜比嗎 哈娜比是被這部賽恩給抓到 而且不然氣候命中 現在蛇蛇馬上過來 最後一波大招被貨 所以一次丟了一個大 組裝了老三個進攻 現在看到的是 二爾要開大 撞飛對方三個人 這邊的一波抽打 看他背地已經把對方小燕給收掉 而且神力也把對方的法羅斯 給收下來Zeeve 只能往旁邊逃生 一個火箭腰帶 雖然前輪還算有一半以上 但對方只有五個人過來 蛇蛇一下一個閃線 往前面做一個CC的控制之後 收了羽毛 不然是Muji這邊的傷害 把Zeeve也給帶走 23分鐘 拿下了這波 是一個零換3的碰撞 巴龍準備要陷落了 哇 不小心又陷入了 這個黑暗兵法的道路 你以為上路來送頭 錯才不是 這個窄口真是蛇女跟二爾 很好發揮的局面 24分鐘 這是一條邊緣龍啊 這有點邊緣 都沒人想吃啊 畢竟怕這個太早吃等等 有機會生三條火龍 大家覺得情況不妙 還是先別碰好了 對 神力強來做不及 我開裝 W出上 這一波配上最大的大招 比飛鐵上來把Zeeve直接帶走 小燕雖然舉起了球運中盾 但是不看到二爾 還有一個大招 在擊飛對方小燕雖然 往前面來說 一波追擊之後 Zeeve控掌 後面Mapple蛇蛇 補上雙身毒牙以及傷害 把對方的小燕雖然也給帶走 中熱外塔 準備被閃電郎給躲下 Hanabi趕快過來做阻擋 現在是HQ強來做板打 這Batting的大招已經被逼掉 陸三人衝進來 雖然有大招的傷害 側邊小燕還在做輸出 不過 沒有更多基地給控場嗎 往前面 這邊是小燕雖然 閃Q 對 一個Q技能 應該要賣人了 這些矛盾一技能也是有命中 Hanabi Hanabi真的看來是要被賣掉了 五個人直接爆發之後 Hanabi最後也是只能探了口氣 把自己的人頭讓出來到地獄去了 那我們翻開這個閃電 黑暗兵法的第二頁 還是賣上路 不過這次是賣來撤退的 其實也還行 他們一開始其實三座外塔 都有做到進攻 喔 他要被 這裡挖口要被抓嗎 現在 有點危險啊 對方 Batting 輪到傷害 不然是中路 Mapple的一波進攻 也是把挖口直接給打成實體了 這邊就跟剛剛一開始 最早提到的就是 賽恩其實這隻角色 到了中後期的時候 很容易淪為肉靶 那就是 就是現在 剛剛帶到的這個畫面 想要成功的 秀這一波 喔 這個難道 有機會嗎 這個突然點 怕我開的大招 撞小安 結果是被 一眼給擋掉 一眼是不是看來是要被 動畫給爆打致死了 小安趕快踩一個球果 側面拉掉 但是 看到Batting 蛇女很凶 一波R3 成功是管束了對方 往前面來做一波攻擊 但挖口也是趕快來做救下 結果在Batting 想要先拉手 但是已經 直接死去了 蛇女也是倒在了血鬼的手上 閃線開 Batting過來 要停下補空 ZB已經倒了 小安做一點血量 感覺也要倒下 哈拿筆往前面再做追擊 血量上做一點點 雖然說 吸血的一個性質還在 但是 也是只能倒下 這一波 非常漂亮 是打出了一個 一換四的碰撞 這邊 閃電王大獲全勝 看來要其實已經在了 後面這邊也是打得相當的陰險 以為我要回家了 錯 我在這個草裡面 等著你出來推線 那HQ肯定也是猜說 這就是心理博弈嘛 我猜你已經回家了 那我得趕快趁現在 還有空的時間 把兵線清一清 多賺一點錢 好好打最後一波團戰 結果 哇 又被陰了一招 對 最後兩顆梅亞被擊落之後 我們攻擊閃電王對上 HQ的第一場對決 已經很漂亮的 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了 不錯的時間 要打了33分鐘左右 但是呢 在這個時間內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是在右下角經濟曲線圖 他的柯加斯 在接下來一個選擇 是不是要拿下蛇女呢 柯加斯跟二爾的一個對線來說的話 也是現在 比賽就直接聯賽 各大賽區滿常見的一個match up 中路果然又是 鎖下了蛇女 就要看一下 對方挖口要拿什麼角色打蛇女 那感覺就是閃電王 今天就是鐵了心 要練這套陣容 那這套陣容很有可能就是 他這個季後賽提前暖機用的 閃電王應該要很清楚的知道說 札克剛剛丟一隻粉眼 清掉我的視野 所以札克在下半步 這是他必須知道 所以他也叫了那個豬女靠過來 現在不要硬抓 這幫小燕燕燕嗎 這Betty是有點危險 過去往先一個輸出 不然其實也是已經被砸掉 所以札克已經馬上進場 被兩個抓一起 往前面來做輸出 這邊看到的是一個下落配上打野的組合 也許已經被對方插了兩隻眼位 所以剛剛自己經過路線 已經被對方給發現 老三這邊也是應該被對方掌控到 但是這裡Betty是不是有一個失誤在啊 其量很低了 往前面小燕在做一個輸出 Betty現在有大招 就消了一個閃線 躲掉對方多連鎖 南方已經下了 TB 紅方TB也是已經趕到 哈蘭比過來之後 是被老三給拉了一下 只能往後面交一個閃線來做逃脫 現在2要做開大招了 直接過去 擊飛了對方的柯加斯 就看到蛇蛇馬上往前來做一個進攻的控掌 但是這邊看到哈蘭比已經先倒下 札克掉進去之後 現在也是非常低 這一波又是HQ 打出了一波零換一 漂亮的團戰 這邊也是就是 Betty這邊Record的時間點 被Leona抓得蠻準的 那我覺得 其實柯加斯 完全不應該交替下來 因為你下來 你是來打一個劣勢團戰 你不是來打一個正面團 這裡 蛇蛇被抓掉了 哇 HQ打得真的很漂亮 等功夠不夠了 札克現在在找機會 有機會 因為我這邊看到蛇蛇 先拿一波機會 蛇女的毒物是阻斷小葉 一個撤退企圖 往前繼續來做一個進攻 在柯加斯 馬上過來 柯加斯兩個抓一起 打包要帶走 帶的是蛇女 結果這邊全選一個大招之後 蛇女目前嫌到海上一點點 但是坦車塔 Meple會不會倒下呢 之前是把小葉給關掉了 這邊看到Meple也是直接倒下 在對方的這個蛇蛇的部分 則是往上面來做一個逃脫 札克拉弓 跳出去是直接撞到蛇蛇 甚至被擊飛 擊雲之後 有辦法逃掉嗎 雜誌往前繼續在追擊 對 現在是沒有個長的角 300塊在跑 側邊小安 破甲劍 補上傷害 漂亮的尾道 拿下這個人 HQ 似乎想要對巴龍出手嗎 22分鐘一個團 現在是24分鐘 看這團會長什麼樣子 來了 體力碰上一波 熱血的碰撞終於要爆發了嗎 看起來是 一定會打的 對 觀眾們可能也是等很久了 不打嗎 帝龍拿下來 二人馬上要開大 這一波進攻要撞誰 重點是Maple 小葉馬上開始打倒 沒有可以定住 但是這邊看到 無助手車車過去 就會進攻 結果手車起來要非常低 在小安要倒下了 直接被對方插牌給收掉 插牌還在往前面點 全會捲到兩個人 在對方顯得還算是滿足夠的 現在是閃電腦 往前面突破追擊 沒有辦法閃現 配上一個大招 成功是已經突斷了 對方的一個撤退氣土嗎 是緩速而已 沒有 雜課跳出去 在這邊有毒的效果 被打成10塊 這個毒 看來效果真的非常不錯 馬上下一個TP 並想要保住這邊的札克 但是貓腿所會倒嗎 再個雙尖毒牙 有沒有機會 成功拿下了貓腿的人頭 這一波打得真的是非常漂亮 目前是一個0冠3的碰撞吧 哇 這邊真的跟上一場 又長一樣啊 這是不是等一下要要掉巴龍的呢 有機會開秀一波 畢竟他這波有閃有頭巾 上路Maple 遇到蛇啦 這邊真的對決 哇 推不掉了 要吃吃蛇 但這個蛇的等級比例高非常多 往前面吐了幾下雙尖毒牙之後 這部想要算做一點點 沒有產現的情況 Maple是叫一個注意往前面來做一波進攻 但跟Zipu給躲掉 看到後面是一個開戰 這邊布景反而要先倒了嗎 做一點血量 叫一個閃現的蛇蛇 除了是小葉葉 拿下了木槿的人頭 看到這邊側邊是Multin的進場 想要抓對面 就蛇蛇過去一波的進攻 通常還在操作 看到上半部的對決了Maple跟Zipu 兩邊一個對打 Zipu是倒在Maple手上 Maple還要再把Multin給收掉 哇 又換了一顆 小葉葉過來收掉的是對方生命的人頭 但這波團目前還是有得大的 Bugle有點危險 趕快往側邊拉掉 躲掉了Bugle這邊的一個大絕的進攻 兩邊是各領開花 而且現在拿完這波團戰之後 巴龍有機會被閃電腦給拿下來 Hanami這邊是有大招在籠 這個吃有點慢 有點硬 但蛇蛇這裡顯然已經比較不夠 二爾加了TP 還有3000 吃得好像真的有點慢 要拚了嗎 看起來是硬拚了 二爾馬上開了一大招 要硬拚這個巴龍 然後誰拿下來 這邊馬上是開了一個大招 先定住了到母警 不過這邊看到克加斯已經拿下了巴龍 但是最後竹女跟克加斯 都已經倒在了HQ的手上 我昨天其實比賽我有提到 我數據我會看 但我覺得比賽內容比數據 來得更重要許多 所以杜蘭一手直接綁到朱女 朱女的顯然現在有點低 扎克開了大招 把朱女帶回來 這邊朱女是直接被融化掉了 車車一個進場 但是有機會來做反打嗎 二爾的這邊的開戰 也是抓到了Betty Betty有了危險 大招已經開掉 這邊Betty叫一個閃線 又被CP撞了起來 扎克掉進去 直接抓到Betty 現在Betty有一點危險 那在法羅斯小岸已經先倒下 Betty還沒有死 在拉打來做一些速度之後 反而是奇Q這邊必須要來做撤退 扎克被打成10塊 CP也被Mable給收掉 好痛 現在挖口跟耀鼻子 兩個人都已經 做了一點點的血量 這個地址成功擊敗 窮女的大招沒有起到太好的一個效果 現在看到劉娜也倒下 哇 這一波團戰 4打5都可以贏 是吧 1換4的碰撞 只有老三個活下來 雖然有拿了30小龍 但如果你沒辦法拿下遠古巨龍 效果也沒得到那麼好 仰火一滴 還算是OK了 其實閃亮這邊只要一直跳下來就好 你看那個上路兵線已經快要海進去了 丟了大招 打坦了 現在Zip有點危險往後面拉 結果現在前面是蛇的 反正蛇的快要倒了 柯加斯往前面 有沒有成功收掉 對方2要開戰 在側邊的掛直是Mujin被抓到 薩克馬上打包帶走 帶了一個助理回來 Mujin這邊好像交了一個金人拉掉 有沒有機會拉住呢 這邊是一個拉到 反而是補助 看到Sena已經先到了 Mable往前面來做一個輸出 小燕現在只在提醒 他還在做一波傷害 Betty直接開了一個大招 把小燕給收掉 三次比較快閃掉往側邊拉 所以挖口下一點的血量 再做逃生 哇 這一波 CQ又是打得非常漂亮的團戰 反而是扎克也是已經倒下 這場比賽難得要結束了嗎 14顆人頭 Hanabi馬上TP 來到主堡前面 應該是結束了 剛剛其實整個團戰 我覺得風塘第一時間W 沒有跟到讓2可以開到1 這是第一個失誤 但後續小蛇掉了很多血之後 其實這邊有蛇女的治癒 有幫他拉起血量 那後續他用1閃掉2的R 所以其實整個團戰來說 他已經扭掉蠻多招 那後面是蛇女的開秀 就是他基本上丟了W之後 團戰就打得蠻好的 對 哇 這一波的一個碰撞結束之後 哇 起Q真的是人生大爆炸 兩場比賽前面都有拿下優勢 但後面都沒有辦法繼續來做擴展 而且也是導致這場比賽 我覺得可能輸掉的主要原因之一 當然 四位老師 我在想 起Q也是已經奮鬥了這麼久 他們還有哪一些地方可以來做 你就可以再做一些改進 或是可以在這場比賽來看點下來 哪些可以再做加強的地方 中期的進攻啊 我只想下路給你這麼多這麼多的優勢了 但你只是在那邊換過來換過去 你也沒有去硬殺中 你也沒有吃 就是你也沒有去吃他家野怪 你視野也沒有壓迫得很深 就我看閃亮其實一直可以跟你交換視野 甚至是兵線可以送到你塔下 這都是很有問題的應該去檢討 真的是對HQ來說比較可惜 不過當然以閃電來說的話 他們這場的一個影韻 算是打得非常亮眼了 也在前期有咬住了對方的一個進攻之後 後面的一些團戰碰撞 都是打出比較大的一些優勢 也是讓整個風向雪球 逆轉之後 拿下巴龍結束的比賽 就我覺得其實最難處理的是 HQ這邊完全沒有人可以處理柯加斯 那柯加斯在這場比賽中 我覺得就是 他雖然是 逆轉的一個號角啦 雖然風塘這邊輸出也很足 但 要不是柯加斯這場打得那麼好的話 我覺得 閃亮這邊其實很難贏下來 對 在這場的一個對決 可以看到中路的梅仔跑是 算是打出不錯一些亮眼的表現啦 不然他的獨舞 我覺得他在會戰的獨舞的cut 一些切割 都雖然是做得非常到位 不見跟這個經濟上面的 一些統計 那我當然 這邊想要講的是說 這場比賽雖然打了38分鐘 比三場時間更久 但 無敵 你會覺得其實這場比賽 HQ看起來 其實兩場都是 都是有獲勝的機會